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手的偏爱与遗传直接相关 二代想要活埋弟弟的时候 被母亲冲出来阻止并掐着脖子说 不应该生下你的 而他正是韩医生的前妻程志恩 如果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韩医生论往后 他生下二代 然后改将 重新组织家庭 最实锤的还是第六集 二代质问程志恩的话 很多人解读为 是二代在质问程志恩 知不知道你的亲儿子是个杀人魔 从而推导出 二代不是他的亲儿子 巴林才是 我的理解是 二代想问的是 程志恩是否在没生下他之前 就认定了他是一个杀人魔 烧掉的基因检测报告 应该是能证明 二代和韩医生的父子关系的 我们别忘了 按照这部剧的设定 拥有这种精神变态基因的人 有99%的人会成为杀人魔 有1%的人会成为天才 看二代的业务能力 说他是天才医生也不为过 也许有人会说 小时候那起面门案 不是他干的 还能有谁 这里同样是剪辑的国 先出现二代去教堂祈祷的镜头 紧接着就出现 他的继父死在楼梯 弟弟妹妹躲在房间 瑟瑟发抖的画面 继父的死相 明显是被人在二楼上捅了一当 然后摔下楼梯 而二代是在一层 用左手拔出 插在继父身上的刀 然后往二楼走 如果是二代杀的人 他应该是从二楼走下来 再拔出继父身上的刀 弟弟妹妹躲房间的镜头 也是在混淆观众的视听 他们应该在继父死之前 已经死了 所以这段剧情的正确发展顺序 应该是 二代去教堂祈祷完之后 回家发现继父惨死 他拿着刀走上楼 是想确认凶手还在不在 后来警察询问 他之所以能逃过测谎仪 并不是像李博士说的那样 测谎仪对精神变态的人无效 而是他的确没有撒谎 有一个细节可以支撑我的观点 他惩罚举报他的弟弟时 弟弟哭着求饶 二代说他讨厌撒谎精 由此至终 二代就没有骗过警察 他所说的就是他所看的 二代如果是连环杀人魔 他不可能在被霸凌的时候 不跳出来反杀 小时候觉得同学很烦 他也只是拿自己的手出去 甚至他想活埋弟弟 也不是真要那么做 他只是想让弟弟记住这个教训 有人会说 那他家里的照片墙上的死者照片 怎么解释 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 凶手家里的照片墙 和二代家里的照片墙 是有出入的 二代家里的照片上面还写 遇害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如果二代自己是凶手 他会不记得自己几点行凶吗 老奶奶从二代家里拿的照片 和他死之前 手里拽着的照片也有出入 一个有白边 一个没有白边 把这些细节整合起来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二代一直默默地 关注着连环杀人案 他想通过自己的分析找到真凶 最后他把巴林锁定为嫌疑人 有两次他想靠自己 把巴林解决掉 第一次是巴林被车撞之后住院 他想给巴林注射一针 第二次就是第六集结尾 二代直接去巴林家找巴林 想要杀了他 二代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巴林 大概就是在老奶奶遇害现场 看见巴林之后 另外我还有一个猜想 李博士没有死 他是被二代给救了 当时二代来到和李博士约定的游乐场 发现身受重伤的李博士 并把他带走 第二集他被警察掉于执法的时候 车尾箱 摆放的是急救用品 湖中的尸体大概率是当时想去杀博士的人 然后被二代处理掉了 所以二代鞋子上的血迹和尸体DNA一致 至此二代在我这里已经完全洗白 他不是杀人魔 第二个问题 巴林是觉醒还是伪装 我个人是战觉醒论这一边 如果说巴林之前一直伪装 至少看到罗志国伤痕累累出现在舞台上时 巴林表现出来的伤心落泪是伪装不了的 杀人魔可以伪装再笑 但哭他伪装不了 这一点可以参考韩医生 当年他听说妻子把儿子杀死之后 他也没有表现出伤心难过的情绪 如果你不信可以看一下官方在剧集开播前公布的巴林人设 新手巡警意外之后丧失记忆 当他从意外醒来的时候 他得到了一项特别能力 他能够看见和阅读杀手的思想和方法 如果官方后续没有修改剧本的话 那么这部剧的走向就很明朗了 巴林体内杀手基因觉醒 利用犯罪的杀人思维开始破案 二代中枪应该没有死 后期加入巴林团队共同抓捕杀人犯 合情合理 只是有这么一稿 悬疑片变成了奇幻片 前六集铺垫不是让大家来猜凶手 而是为了让巴林获得超能力 这可能会让许多真情实感追剧的人看了个寂寞 后来我想只有杀人魔不是他们两个其中之一 老奶奶的案子才能说得通 巴林和二代先后到达现场 凶手先他们一步离开 然而没看见真凶 只看见对方 势必认为对方就是杀人魔 这才有了第六集的天台对决 第三个问题 谁还有机会成为杀人魔 排除掉二代和巴林 那么嫌疑最大的就是表志勋 饰演的蒋洛散 还记得第一集里 博士台上的三分基因检测报告吗 一份是程志恩 一份是博士助理的妻子 剩下一份博士单独拿下楼 给了坐在车后坐的人 应该是这个大人物 在剧中身居要职 家里有人怀孕的只有议员 注意看李博士的表情很凝重 估计是这份检测报告 也检测出胎儿有杀人基因 但议员选择隐瞒 并且把孩子生下来 这个孩子长大后就是空降到警队的降落伞 维基百科在剧集开播之前直接剧透了 表志勋师演的角色是令全国陷入恐慌之中的反社会人格杀人魔 后来这个词条改成了表志勋师演警察 更有此地无垠三百两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